愛美既然做出這種事情 讓醫師也覺得好吃機 減肥 挖兔 兔血 這邊是 補胎盤 所以補到兔血性 為什麼會跟妳有關啊 對啊 沒有 那個病人 他大概 然後他送到我們醫院急診的時候 他就說他本來在家裡面 跟他媽媽說他肚子突然間很痛 好像抱著肚子 就忍沒有三分鐘 他媽媽就覺得 快沒有了 他趕快叫救護車送到我們醫院來 到我們醫院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他講話 他不大理我們 因為那時候量血壓就六十七 可是那我一摸他的肚子 肚子就鼓的跟青蛙一樣 其他人很瘦 肚子鼓的跟青蛙一樣 我們超音波一掃 裡面通通都是水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猜就是血啦 所以我們那時候 根本就沒有做其他檢查 就直接就 等一下一開到的時候 那個血就啪啪啪就冒出來 我們在上面血吸完之後 就是發現出血點在底下 結果是那個 子宮上面有一個那個子宮肌瘤 大概十五公分 破掉了 肌瘤十五公分 一破掉了 一直在血 然後他不是往裡面流 其實往腹腔流很可怕 你知道嗎 你往裡面流有時候 還會有點塞住 擠壓的感覺 腹腔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像你的話 他不會... 他的脂肪比較多 很快就脹了 其實不然你說 他剛剛講到肚子大的時候 我以為他會攻擊我 沒想到他放過我 我本來講說 他轉性了 沒想到他後面 一起來又回來 後來 我們要測一下秒數 你這樣一直在第幾秒的時候 會攻擊到中心裡面 真的 氣死 對 就開始就看到 他血量一直在流 飄...一直在流 所以事實上 我生平第一台開的子宮肌瘤 你開了 對 他們沒辦法馬上來 就直接把他弄掉了 後來他醒過來 就是到教育便房 就後來出循環 我們就問他說 你都不知道 你一個子宮肌瘤這麼大顆 他說他知道有子宮肌瘤 但是他印象中 去年量的時候 還兩三公分而已 那可是你剛剛說十五公分耶 對 十五公分 後來我們才問他 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業務的經理 他在外面跟人家應酬 他覺得他要保持他的美貌 他要辦法 他覺得他業務才能比較順 所以他一直有在 買外地進來的胎盤數 在吃 對啊 他吃一吃就變這樣 可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症狀 他也沒有覺得不舒服 他第一次不舒服 就是流血流到快血水 對 他根本都不知道 而且兩三公分 一年之內長到十五 這還滿可怕的 剛剛是何醫師也在講胎盤 曾經有一個媽媽 在他自然生生完之後 就特別交代我們說 要幫他把胎盤留下來 他要帶走 我們說 為什麼妳要帶走 他說原來是他的嫂嫂 他嫂嫂說他跟他要胎盤 要養顏美容 補身體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胎盤 是病人的所有物 是他身體組織取下來的 所以那是他的所有物 他要帶走我們 也沒有權利干涉說不 所以我們也只好讓他帶走 可是我們有交代他說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妳在這種溫度下面 然後又有血靈 就是又有很多的血 血液其實是 很好的細菌培養你 那我們就很怕資生細菌 所以我們就千交代萬 交代說 這個東西其實 不太好啦 對 但是他要帶走 我們也沒有阻止他 然後我們護理師還很好笑 還去吃冰雞 幫他包了一包冰塊 然後我們在一起 再幫他帶走 真的好 而且其實那個很大一個 對不對 對 一個胎盤 大概是八百一千公克 甚至都有 其實之前就是好萊塢明星 開始用自己人的胎盤 去做交納 然後才變成有風行這件事情 但因為目前不管是台灣 或是內地 買賣人的胎盤 其實都是犯法 是 就是不可以的 那目前台灣的中醫裡面 就算有這個胎盤 他其實是用 楊妹妹的胎盤 楊妹妹 對 他不是用人 因為就是 同類相識在目前 還是就是有一點道德上面 倫理上面的爭議性 因為害怕會傳染 然後對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是認為是跟體質有關 因為就是 性激素 其實目前已經認定 就是有可能 會有一些癌症的引發風險 然後再來就是 雌激素 就是胎盤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溫的 性溫 那有些人其實是不適合吃的 但硬要為了美容而吃這樣 其實是不適合他的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整個人 那種事情發生這樣子 對 那我舉這個 比較極端的一個個案 那大概是五十多歲的一個媽媽 那他其實在大概四十歲左右 他就停經了 他雖然比較早停經的 所以他 陸續都有在補充賀爾蒙 那補充賀爾蒙 我們知道其實會造成一些 癌症的風險這樣 不過他中間都完全沒有去追蹤 所以等到他發現 有異常出血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幫他診斷 是子宮內膜癌 那子宮內膜癌幫他開完刀 把子宮卵巢 都拿掉之後 我特別跟他講說 因為子宮內膜癌是一個 會受到雌激素刺激的一個癌症 跟他講說 千萬將來不可以補充賀爾蒙 不可以再吃賀爾蒙這樣子 那沒想到 大概在這樣追蹤 隔了兩年之後 癌症突然復發 那就問他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他說 一時其實我開完刀之後 很怕變老 所以他有特別去診所的部分 想說皮膚乾燥啊 或者是一些皺紋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 那他說診所的部分 就是有建議他打一個針 其實 俗稱胎盤針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回春針 那他也沒有跟診所的部分 講說他有癌症的病史 就這樣子陸續打... 那我們就在懷疑說 可能是打了這個 回春針裡面含有雌激素的成分 讓他的癌症提早復發 所以可以打那個針喔 蔡醫師 不建議耶 真的喔 就是有時候病人會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打一些 讓它變漂亮的 胎盤或什麼 什麼不合法的事情不能做 就有一定的風險 不建議 可是女生為了漂亮 真的什麼事情都願意嘗試 真的 為了除蘿蔔腿 燒掉小腿的神經 這個真的太過分了吧 真的 這其實在韓國很盛行 有 他沒有講 對 韓國非常盛行 你看他那個腿那麼漂亮喔 因為肥腸肌啊 其實女生穿高跟鞋穿久 那兩塊肥腸肌會非常肥厚 那我現在說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有些女生 為了不要那兩塊這麼肥厚 影響她穿裙子的線條 他們就乾脆會請醫師 有些醫生會把那個肥腸肌的 那個負責的神經 叫他運動的那個神經 把它燒斷掉 對 那這個還不誇張 還有更慌張說 為了還要 不想要等那一兩個月 直接叫醫生用旋轉刮刀 把那兩塊肥腸肌 轉出來把它刮掉 對 轉出來是什麼意思 把它那個 旋轉刮刀一個小洞進去 然後進去肌肉 把那個肥腸肌掏空 直接消肌肉 直接把肌肉消掉 對 直接把肌肉消掉 為什麼不用肉毒感菌 因為肉毒感菌 常打的女生就知道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病人 她是想要打肉毒感菌 但肉毒感菌就像灰姑娘 十二點到的時候 她這個半年時間到 她就會回來 那有人其實她長期打下來 她覺得好煩喔 那她就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如果沒有肥腸肌的時候 走路不能走太快 會跌倒 是喔 會跌倒 然後她鞋子要穿 比較高一點點 船型 那個線型鞋 不然她也是很容易會滑鬥 對 所以 每一個肌肉都有她的功能 所以那這些女生 可能是覺得說 我常常要去打 那她沒打 就肉毒感菌消失 時間到了 那她又肥厚起來 那乾脆她做一個永久性的 因為有些為了愛美嘛 所以她就會無所不用其極 去做這些事情 那蔡醫師 這裡有沒有肥腸肌 你可以幫我拿 肥腸肌在講 沒有 那邊有肥脂肌啊 不要挖洞 給自己照 這個虎視眈眈在抓你女病 我忘記了 我不應該錯過 加貴心會太麻 她剛剛差一點 就要把肥腸肌 都錯出口出來 不過女生的困擾 為了愛美女生 真的困擾很多對不對 我們來特別講跟 很多女生會關心的議題 第一個就是 脂肪堆積受不起來 我想很多女生會想要 妳笑什麼笑 沒有妳在哭啦 我在哭喔 我想說妳笑的意思是說 我憑什麼笑人家 我是哭的 其實堆積也不錯啊 最有資格說話的人 偉君 對啊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我的女生都有試過吧 可是像我看起來雖然瘦 但是我也會有困擾 就是脂肪堆積 妳怎麼會 妳應該是妳 我自己瘦不下來的點 其實也會就是在於 就是大腿跟腹部 因為即便是 大部分我是運動 可是這裡的脂肪 真的也很難燃燒 真的在瘦的女生 你去仔細看 即便她這樣做的大腿 一定都還是會有點橘皮 或者是 妳除非是那種 真的很健美 對 很難耶 醫生們 怎麼辦啊 但是其實我知道 很多女生都有這樣說 就是一直瘦不下來 然後小腹部的脂肪一直囤積 然後可是我們就到最後發現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有可能是疾病在作怪有沒有 對 其實這種狀況 其實還滿常見的 尤其是在生完的媽媽 有時候身材就走樣嘛 那身材走樣的時候 有些媽媽就不以為意 想說自然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可是其實裡面 可能潛藏一些疾病 像我之前有一個媽媽的話 她就是生過兩胎 兩胎都是剖腹產 那剖腹產完之後呢 就開始有 因為她覺得很奇怪 不是一般說 生完小孩反而不會 驚痛這樣子 對 那她的小腹就是 脹脹的這種感覺 她想說生完身材沒有恢復 老公也沒有血就這樣子嘛 可是沒想到 小腹越來越脹 越來越脹 那她覺得很奇怪 她吃的也沒有變多啊 那她的家人就說 我覺得你最近 這個小腹看起來怪怪的 你是又懷孕了嗎 她說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是懷孕 她說你要不要去 婦產科看看 會不會裡面有長腫瘤 或是其他嚴重的狀況 那我們門診的話 就是幫她掃超音波看 那個子宮啊 已經超過肚臍 大概到下腹部這邊 大概二十五公分 我們掃 為什麼 往上跑 往上漲 整個子宮大到變成 二十五公分 到下腹已經超出肚臍這樣子 那那時候就感覺很恐怖嘛 我們幫她排了一個 核子宮症 結果一看它是一個 結果那個子宮肌線症 讓子宮膨脹到二十五公分 所以大概有到這麼大 對 所以她每一次來 月經的時候 不但是經血量大 而且因為子宮整個 脹得很厲害 所以她的經痛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問她說 你不會覺得 你小腹這個地方特別硬嗎 其實如果是脂肪的話 應該摸起來軟軟的 但是那整個子宮 所以摸起來是硬的 那子宮肌線症 我們沒有辦法切得乾淨 所以最後只好把子宮拿掉 整個拿掉 對 整個拿掉 那因為目前子宮肌線症 發生的原因 還不是很明朗 那有些人認為說 剖腹產的話 可能會造成子宮內膜 跟肌肉的一個損傷 所以子宮內膜 就跑到子宮肌肉層裡 變成是子宮肌線症 這樣的狀況 但目前其實還不確定 我曾經有過一個 六十歲的媽媽來 她說她來看減肥門診 可是我們看減肥門診 常常會問很多的問題 排便正不正常 那睡得好不好 一問排便 她說 蕭醫師妳問她重點 我常常七天才上一次大 哇 太久了 對 那真的是 肚子就是一圈 可是七天才上一次大 就不太正常了 那我們想說常會 我先幫她排個大腸鏡 結果大腸鏡進去呢 到進去五公分就過不去了 一看就覺得是 後來趕快轉去 坐電腦斷車 一看呢 已經壓到腸車了 對 因為我們的下腹部 最前面是膀胱 中間是子宮跟卵巢 後面是腸子 後面是腸子 結果她是左側的卵巢 長得很大 往下壓 了解 就壓到大腸了 壓扁 對 壓扁 所以她後來她肥胖 事實上她是下腹部大 弄了半天 所以我們有時候真的是 我們肥胖傳科醫師 還是會仔細去問 會不會隱藏在妳肥胖背後 有什麼問題 對 所以我要順便回答一下這回路 其實很多瘦瘦的女生 她一直覺得自己肚子很大 她明明躺下去肚子好平喔 就站起來就 突出來一個 這個根據研究結果 其實不是肥肉太多 問題出在 就是 所以就往外突 所以躺平的時候 就好平喔 很瘦的人啊 我以為是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練核心肌群就好 你千萬不要再減肥了 這樣做得很好 所以不要用減的 要用運動 對 其實我們講過嘛 就是女孩子 如果你覺得你的肚子大 跟裡面到底有沒有癌症 這樣頂出來 還是再講一遍 去摸一下你的肚臍 好不好 如果你變胖 肚臍是變深 如果肚子裡面有東西頂出來 你的肚臍會變淺 不管是腹水 還是什麼東西 那是不一樣的 之前有一個那個 三十幾歲的女生 她在我門診 她一來就跟我說 她想要驗甲狀腺功能 那我就看她脖子 也沒有腫大 我說你為什麼要驗甲狀腺功能 你覺得你怎麼了嗎 她說她覺得她 甲狀腺功能低下 我說為什麼 她說她最近減肥 半年來陷入停滯期 而且她覺得她的小腹 越來越大 另外就是 她覺得她最近很沒有精神 她問了 她在上網搜尋 她覺得這個是 所以她就覺得說 她甲狀腺功能應該有問題 我說你覺得你小腹很大 我說我壓一下好不好 對啊 我就摸到一塊硬硬的 我就說 我覺得很明顯 我就說這個硬硬的 你有摸到嗎 她就說有啊 她說肌肉啊 她說不是我練出來的肌肉嗎 因為她每天都在做 她說這個不是肌肉嗎 結果一掃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肚子 如果你開刀開進去 打開來不是直接看到腸子 你會看到一塊很大片的油 那邊油叫做 大網 大網的 那叫做大網網 電腦斷神一照 她大網網整個硬梆梆的 為什麼 人家這樣薄薄的 她是整個很厚 然後她胃壁也整個很厚 我就把她收住了 然後她去做胃鏡 就胃鏡就一做進去 她是一個 人家一般的胃癌 只會在胃的某個區域 這種迷幻性的胃癌 都是胃癌的細胞 然後她的胃癌 這種細胞很容易往下跑 跑到她整個大網網上面 通通都是 所以她大網網硬梆梆的 她一直以為是她練出來的肌肉 現在是教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真的分不太清楚 就是什麼是硬梆梆 什麼是軟 可以舉 你馬比方說煮熟的豬肝 跟沒有煮熟的豬肝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有經驗說 到底什麼算硬梆 妳要跟妳自己比 因為有那個肚子 它肌肉練得滿 它壓起來就是硬梆梆的 所以說一般人 如果說妳平常是軟的 妳覺得妳肚子變大 可是又變硬了 妳又沒做什麼運動 妳就要小心 是不是有東西在裡面 往它頂出來 真的 就像剛才李醫師講 尤其女生 在生產過後 如果體重瘦不下來 通常都覺得 就是 剛生產 合理嘛 對 那那個女生也是一樣 她從生產過後 她就覺得 自己體重好像 就有一直擺脫不掉的 那塊體重 而且好像有越來越重的嫌疑 那她也不以為意 她想說可能是他們家的體質 就是產後就會發胖 那她產後當然是 直到有一天她就跟朋友聚餐 那在聚餐的時間 就有一個醫生 然後她就聊到這件事 她就說 她自從反正生完小孩之後 整個身材就走鐘 她說她連那個 就是手也 當然就這個戒指拔不下來 不然那個醫生聽著聽著就說 我覺得妳應該去檢查 因為妳這個 真的不像是產後肥胖 結果一檢查就發現 那麼就好險 那個醫師覺得怪怪的 那個腫瘤呢 就是影響了 就是它可能是 有一些生長激素 或什麼東西分泌過多 造成類似肢端肥大 或一些相關的現象 所以她腳會變大 她身體有些甚至肚子也大 然後手也變厚 可是這個真的太難察覺 真的就會覺得是變胖 有啊 因為剛好她碰到醫生 對 其實我們真的碰過那種朋友 她產前跟產後 慢慢的 她 每一年每一年看她照片 就不太一樣 不一樣 鼻子也變大 整個臉都變大 然後 肢體都變得非常地肥厚 因為其實是 小時候 生長激素分泌很好 會長高 可是你現在已經生長板 都停止了嘛 都已經密合了 真的整個肢體 變得非常地肥厚 長相會整個變得不一樣 剛剛舒欣講一個 戒指都拿不下來 那可能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現象 所以不一定是 只是變胖喔 真的 腦下垂體要看一下 其實有時候 連脹氣都要小心 就是 朋友的媽媽 她人是在國外忙工作 那常常覺得 自己肚子大大的以為 只是脹氣 就沒有特別留意 結果有一天到她 肚子劇烈疼痛 然後她送國外急診室 然後人家跟她說 那是長套疊 之後 她就想說 既然長套疊要緊急手術 那我趕快回台灣 她就順 就是趕快飛機回台灣手術 那手術之後 醫生跟她說 其實我們檢查之後發現 你有大腸癌第三級 對 那 那種情況就是說 因為其實長套疊 本來比較常發生在小孩子 那成人的長套疊 就要懷疑是不是 有 那因為她 那腫瘤跟息肉造成 腸道比較狹窄 那擠壓擠壓的過程 就容易變成腸道體這樣子 對 剛才講的是女性 第一個常常會擔心的 腹部 脂肪堆積等等 最後是疾病 有沒有第二種狀況 女性發現自己的胸部大走山 結果發現是隱藏著恐怖的疾病 其實之前有一個 那個四十二歲的媽媽她來找我 我說她什麼問題 她說她想想看胸部 我說你是摸到硬塊嗎 她說不是 她說她的乳房 一邊大一邊小 那我第一句問她說 因為我們會懷疑 我們一開始是怕腫瘤長在裡面 所以我第一句問她說 那你是不是以前就這樣嗎 她說對 那我就馬上就放心了 我就想跟她講說 左手都不一定 左右手都不一定一樣長 很棒女房 我說不過我還是幫你 稍微檢查一下 我說你不然你內衣脫開我 我看一下 她就對 一摸我就嚇到 一摸我就摸到一顆 大了她就底下就一顆在那邊 最少也有十公分 好大喔 對 最少也有十公分 我就說 對 我就說 這顆你沒摸到嗎 她說有嗎 她一摸 她就說這不是正常 她說不是這樣都會有這樣一顆嗎 她說這比較大摸起來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我說真的不是 那個真的是一顆腫瘤 我就叫她馬上下禮拜 就住院就開刀 把那十二公分腫瘤 整個就拿掉 就出來是 其實葉狀肉瘤是比較少見的 大概在四十二歲到四十六女性 她沒有什麼危險因子 因為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 它為什麼會發生 就是會發作的就會發作 也沒什麼家族遺傳史 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她葉狀肉瘤它還好 它是良性的 所以我說你那個胸部一大一小 當然如果說你是以前 就這樣大部分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你還是實話會摸一下 要有一點性感 不過最好還是讓我們照一次 確定你只是單純的 真的是一大一小 不是其他原因 其實有些女孩子真的很天 你知道嗎 很多女孩子不是 父母大家都知道嗎 對 就手舉起來消掉 手放下去夾一個在這邊 害你們都不敢穿短袖去游泳 因為就一放下來就夾著 一手舉起來就沒有 三十六女生來找我 她一直說為什麼要把我的父母 處理掉 但是我還沒看 我說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來講 父母是良性的 我們大部分只有美觀的問題 才要處理掉 她說對啦 因為不太好看 而且最近那個地方 好像我覺得我父母變大了 她覺得我父母變大了 我說真的 我說哪一邊 她就手就舉起來 但是我覺得有點嚇到 因為她舉起來一顆 在這邊很明顯 我就說 你覺得這個是父母喔 她說對啊 不是在腋下就父母嗎 我說你這樣上來下去 都一顆這麼明顯 硬梆梆的 你覺得這是父母喔 她說不是嗎 她聽到我這樣講 她才有點害怕 我說你是等一下 我去那張醫院幫她一掃 那不就好險 她那時候嚇到 她就說 可是這邊不是已經沒有乳房了嗎 為什麼會長乳癌 她真的有婦孺 你可能搞不清楚 婦孺有兩種 一種叫做假婦孺 假婦孺就是我們講的 手舉起來不見 手放下來有 因為這是油而已 只是脂肪的分佈在這邊 另外一種是真婦孺 是人家的乳房組織 真的有長在這邊 所以有的人甚至那個婦孺 厲害到什麼地方 她還有一個奶頭在這邊 對 所以她服務的時候 這邊也有奶 這邊也有奶 對 她是真的 可是她這個奶頭已經退化掉 可是她的乳房組織還在這邊 她是真的有婦孺在這邊 可是她後來她的乳癌 竟然長在這個地方 其實她這個已經看到半年多了 要不然她不知道擺到什麼時候 對 她可能真的以為她是婦孺 她就以為她是婦孺 因為大家都說那個是婦孺 其實有一些女生 她是擔心自己會那種 兩邊比如說不對稱 或什麼產後下垂 她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自己來造三項 她們最喜歡用的其實就是那種 我們叫 或者調整型內衣 那醫生說她每次遇過女生很猛的 她覺得她根本就可以把小腹的肉 都挪到胸部來當胸部用 就是背肉也當胸部用 腹肉也當胸部用 有時候真的調到內衣 你可以躺下來當枕頭 就是在這裡 就很強啊 然後那個女生也是 穿上之後她覺得性心 真的十足 真的太好了 所有的地方的肉 都可以移到這邊 然後可是她就覺得很奇怪 自從她開始信心十足之後 她覺得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她常常覺得 她會咳嗽變很嚴重 然後甚至 有時候她常常覺得 就是有點不舒服 她就覺得她胃痛 而且她穿 那個素杏衣的時間非常長 她一天會穿十二個鐘頭 因為她覺得真的是太好看了 她真的太喜歡看了 結果後來 是後來因為她嚴重夜咳到 她覺得真的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去看醫生 醫生講... 然後她想說 我覺得妳 胃食道膩 對 妳應該不是 妳不是找我們耳鼻喉科 妳應該是要找腸胃科 結果去腸胃科檢查 果然它非常嚴重的 胃食道膩 而且醫生說 那個胃靜下去 它那整條食道 就都有一條紅線有沒有 這樣子整個 胃酸吃過 整個吃過一條 超明顯的紅線 她說妳這個非常非常嚴重 因為她說妳這個實在太緊了 緊到妳那個負壓太大 負壓大到把妳的整個胃 等於壓力很大 把它讓它往上噴了 所以罩山也要小心 這個太嚴重 太大的壓力又時間太長 其實會造成潛在的危害 這個在我們腸胃科 醫學史上 第一個記錄 胃食道膩膩的案例 就發生在中古的歐洲 真的 穿馬甲 對啊 媽很近 穿馬甲 然後到宴會上 喝雞尾酒 吃甜食 胃酸膩膩 所以 素得太厲害 確實很嚴重 其實媽媽很偉大 生產完真的是 該走 走山的走山 然後不該走山的也會出問題 就有一個二寶媽 她生完之後哺乳 但是因為要照顧大寶又很累 所以她常常有時候 奶都沒有擠得很乾淨 就會有一些殘奶在裡面 是 然後久了之後就會塞住 塞住之後就會開始發炎 但是她又沒有時間來看醫生 所以就一拖再拖 拖到她整個就是 就是硬梆梆了 然後才來又發燒 那我們就先開抗生素給她吃 但是吃了一整個禮拜的抗生素 它都沒有變好 而且其實她自己覺得應該有好 因為她覺得它變軟了 可是殊不知 它裡面其實已經化濃 所以本來的硬塊塞奶的東西 它整個是變濃的 所以才變軟 她以為有好 但是發燒就一直降不下來 然後一個禮拜過後回來看 我們說不行 這個真的要開進去清窗 然後就越挖越深 因為妳要清乾淨 妳不能有一些殘留的 爛的組織在裡面 所以越挖越深整個 它本來這樣一個乳房 它消掉一大半 那個地方就會有一個死腔 就是我們所謂的死腔 它那個死腔的地方 妳不能讓它空在那裡 妳要讓它長肉回來 那這種濕的紗布 可能每一天妳都要換 剛開始妳可能 一天要換個兩次 三次 然後妳就是 濕紗布要慢慢塞 把它擠滿 然後妳抽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整個都是濃 跟血水 妳抽出來那個味道 真的是滿合適的 所以那個病人就這樣子 在我們醫院住了兩 開完刀就住了兩個禮拜 它雖然慢慢後來有長 組織出來 但是它不可能長到原來的形狀 所以後來它雖然傷口關起來 癒合起來 就必須去穿調整型內衣 而且那個真的是開一個洞進去 對 真的是把它挖一個洞進去 去清 是滿難忘的一個 對啊 放珠天下都一樣 就是大家大部分都是喜歡 胸部很大的女生 那我們就有遇過一個女生病人 她就是想要也是 要讓自己的胸型更好看 那她就是會很仔細地 挑這個內衣 那也是穿這個調整型內衣 但是她可能就是說穿得比較緊 又推又擠的 所以她的皮膚 有這個 尤其是乳頭的地方 就很容易摩擦到 其實在我們門擠 也滿常看到這樣的情形 那可能一開始只是紅氧 有點破皮 她不以為意想說 不然我可能內衣再換一下 怎麼換 她那個乳頭就是一直 跟那個乳液的地方 就是一直紅跟破皮 破皮到甚至有點老腾 有點流煮之意的一個 這樣子的情形 我們就跟她說這個不太對勁 你這不是普通的濕疹 或者是說摩擦的問題 後來幫她做一個切片檢查 才發現是一個比較 沒有那麼常見的一個叫做 我們叫配結式病 那其實她的病理組織 還滿好認的 所以她是一個 所以是非常少見 癌症 對 但她在乳癌 那問家醫師就知道 大概1%左右的一個比例 所以很少見的就是會 你會以為她是濕疹 可是醫生什麼時候 都會覺得她怪怪 就是說你給她藥物治療 反反覆覆 用最好的藥 她還是沒有起色 你已經很小心了 她還是一直破皮 那她會癢嗎 像濕疹 也會有一點癢感 那真的很像啊 非常難認 大概有兩點可以稍微分一下 一般的濕疹 它大概是在奶頭的地方 可是你摸底下它還是軟的 可是這種配肌疵一直 那你摸底下 它還是會有一個硬梆梆的 底下是指哪裡 就是乳頭底下 你一摸它周圍還是硬的 因為它的那個 它會沿著那個癌細胞 會沿著乳管這樣長出去 有點塞住的樣子 所以它除了乳頭之外 乳頭變紅之外 它旁邊的肚子都會有一點硬硬的 第二就是如果是一般的濕疹 你擦淚固醇 它至少會好 對 至少當下會好一下 也許它會復發 但是這種毛病 你怎麼擦它都不會復發 這好難分喔 對不對 脂肪的問題 乳房的問題 女生還在意 那個膚況不好 結果背後隱藏是 嚴重的疾病這樣子 對啊 像我自己就有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習慣就是 其實就是應該很多女生也會這樣 就是生理期來的前後 然後又加上 有時候我們工作要熬夜什麼的 所以就是氣色也不好 然後又長痘痘 我之前就是還會長到整個脖子 然後胸口 而且整個連背都有 我去皮膚科 然後請皮膚科那種醫美的醫生 他幫我們擠 然後消毒上藥 整個背 然後脖子這邊 整個這樣弄 我就想說 那然後清掉也就好 可是它就是一陣子又復發 就是清掉沒多久 它又復發 後來就是也是我的皮膚科醫生 跟我講說 他說 其實你這樣有點治標不治本 就是感覺你 可能是有內分泌的問題或什麼 因為我那一陣子 就包括拍戲的時候 就是我的生理期 要不然就是來了不走 然後要不然 對 就是一個月會來兩次那一種 對 所以後來他就說可能 對 他就說要我去 復科看看 我記得那時候 復科醫生是跟我講說 他說我是有黃體素不足 因為那時候好像就是來了 已經來了半個月了 都不走 這好辛苦喔 對 就是你就是半個月 好像都一直在 就是點尿布一樣 就也很麻煩 就很痛苦 對 所以我後來中醫也看 然後我婦產科也看 那中醫師後來是 開一個那種像是 調精的中藥 就是也是一天要吃個 十顆 八顆那一種 對 後來才變正常 然後現在的膚況 也就好一點 其實像瑋君這種情況 我們在皮膚科門 有一些很難纏的痘痘 當然我們就會全方位做檢查 那像我自己有遇過一個 大學的女生 她很可憐 因為她胖胖的 又長痘痘 然後就是有點被歧視 然後她朋友都 就是那些不好的朋友 都叫她寄暧昧 就是 很不好的一個暱稱 但是她不只是痘痘的問題 我們有請她可以調控的部分 吃藥 擦藥 標準用藥都給她用 那她自己也說 她也不喝牛奶 也用 然後頭髮的 洗頭髮 護髮皮 也都很注意 臉上也不敢亂擦東西 但還是一直一發不可收拾 然後我們都在想說 下一步只剩口服A酸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她頭實在很油 整個人就是一個 非常油的狀態 就是出油到很厲害 那稍微有一點毛髮增加的狀況 但不是太嚴重 所以她問我說 那醫生我可不可以去婦產科 看一下 我說好啊 沒關係 妳去看一下會比較放心 結果後來她真的是 對 那這樣子的病人 其實她的痘痘 本來就 那那邊我會請她在婦科 把她看好 把她看穩定 那同時我們痘痘這邊 外擦的用藥 我有幫她做一個加強 慢慢的她就控制得 會比較好一點這樣 所以除了皮膚之外 還會影響到頭髮那一些 對 她的頭髮有的會變比較少 會變比較細 因為就等於她的雄性荷爾蒙 比較多 甚至有的 好 頭頂會 頭髮會變比較細少 甚至看得到頭皮 是喔 對 這個也就是 辛苦了 對啊 我之前也有個類似的病人 就是也是跟韋君一樣 是被她皮膚科醫師叫來看 看婦產科 然後我就說好 那妳月經呢 她說我月經就是不規則 有時候愛來不來的 有時候也是跟韋君一樣 這樣一個月來兩次這樣 那我們就跟她說 那先來照一下超音波好了 結果一放上去 還沒看到卵巢 先看到子宮 原來她根本就不是所謂的 什麼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她月經不規則 就是因為 她自己不知道 她不知道 還好沒有弄A酸 真的有點漸漸 吃A酸就慘了 對 這更甜 那還好她沒有吃到A酸 但她吃到的是四環雷素類的 對 有危險 那因為四環雷素類的抗生素 我們會比較擔心 影響寶寶寶的骨骼 或是牙齒的發育 可是她的週數只有十五週 她應該是更早之前吃 如果是十二週三個月以前 第一孕期吃 危險度不高 原則上這個寶寶看起來 我們測量的 頭圍 腹圍 腿長 其實都是在十五週的比例 也沒有任何的異狀這樣 那我們有跟她解釋 可是病人好像還不是很放心 所以我們就把她轉介到醫學中心 讓她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檢驗 對不對 結果原來她的長痘痘是 快爾蒙整個改變造成的 並不是單純只有 太天了 真的 對 太誇張了 對 太天氣 懷孕我不知道 不過懷孕已經起這種 皮膚的症狀其實還滿多的 那有時候就是我們會跟皮膚科一起 去想辦法幫病人控制 為什麼那個 腹長科醫師的皮膚都比較好 對 沒有 妳是偷吃胎嗎 偷吃胎 原來如此 原來妳不知道怎麼回舟 肥水不落外人體 來吧 妳現在護理師那麼有經驗 現在拿冰塊來對不對 沒有 這樣太可怕了 對 不過 回歸正題就是這樣 那有一個病人他來的話 他是懷孕大概十多週 那他原本其實皮膚非常的好 那懷孕過後就是一塊一塊的紅疹 開始出來 就俗稱胎毒這樣子 那那個讓他非常不舒服 很癢 很癢 後來就只好轉診 到皮膚科那邊去做治療 那皮膚科幫他調理了一陣子 有比較好一些 不過也跟他講說 可能這個狀況 在生完小孩之後就會慢慢改善 結果沒想到他生完小孩之後 在那個整個驅側的部分 就是有很明顯的紅塊 那那個就是非常明顯的狀況 他就說奇怪 大家不是應該生完之後 這個養診就好了這樣子 那我們只能說 可能是因為懷孕的關係 影響到他的一個免疫系統 結果他反而懷孕後 他變得更嚴重的一個 異味性皮膚 都只好用藥來控制 其實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女生 她也是一樣 莫名其妙這半年開始一直冒痘痘 她也是先去看皮膚科 可是她看了兩次之後 她就覺得沒效 她就開始 後來有一個直交公司 就介紹她說 你不用再去看了啦 我們這一組很有效 妳不用再去看 因為她看兩次沒效 後來她就聽信她的好姐妹 好姐妹是推直銷的 說妳用我們這一種的 所以她後來就再也沒去看醫生了 一直用那一個 她直到有一天 她後來為什麼來看醫生 她就覺得她最近小便都變黃 然後她媽媽也發現 她最近好像都沒有什麼精神 她就去看家一個 所以家一個醫生也很有Sense 因為看她就黃黃的 眼睫一拉下來 就黃膽 眼白就黃色的 後來結果她抽肝功能 是沒有非常高 都各兩三百 兩三百都微高 後來一測 原來她一直是 她這半年可能 B肝已經發作半年了 可是她沒有說發作到說 一下子就讓她肝衰竭的那一種 她可能是 這半年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就一直在發作 發作造成她肝功能一直在下降 肝功能下降的時候你知道嗎 身體有一些荷爾蒙 是需要代謝掉的 譬如說以女生而言 如果你肝臟功能不好 身體女生也有男性荷爾蒙 變成男性荷爾蒙代謝得不好的時候 這些人因為我們在身上 就會造成女貌豆豆 了解 對 所以後來她轉到那個腸胃科 去治療鼻肝 鼻肝控制下來之後 四個多月之後 她豆豆就完全就消掉了 對啊 所以她那個是肝臟不好 從皮膚上冒出來 所以這些皮膚或是毛髮 有突然的變化的時候 你真的還是要來給看一下醫生 讓我們查一下 對 我剛剛講肥胖的病 有很多有便秘的事情 那麼他們問的時候說 奇怪 你皮膚怎麼會那麼暗沉 就會說容易長痘痘 一問一樣 就是好幾天才排便一次 可是我們知道 大腸本身是一個吸收的器官 你幾天不上大號呢 大腸的黏膜會把那個裡面的水分 慢慢慢慢就吸乾 吸乾的時候呢 便便裡面的毒素 也會隨著這個血液就進去 那進去裡面通過一條 很重要的血管 叫做 這條靜脈就要進到肝臟去 可是你一下子進來太多毒素 肝臟有時候真的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會散到全身去 真的是皮膚就變得很差 皮膚變得不好 那第二個是我們在陪胖門診 常常碰到一種 我記得有一個二十二歲的女生 她大學畢業準備去遊學 遊學的暑假呢 就來減肥門診 她來的時候很特別 她的脖子這邊長一條黑線 非常清楚的一條黑線 長到連右邊的 臉頰都是 再看一下 我因為要做腹部擦一波 看有沒有脂肪肝 肚子這邊只要是皺褶的地方都有 就黑黑的 一問呢 當然是從小就胖的人 我們一看呢 很清楚是一個叫做 她沒有糖尿病 可是她胰島數好高喔 胰島數高到二三十 雖然她血糖還是正常 但是胰島數就是過高 然後問我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她說 我小時候我媽媽就常以為說 我洗澡洗不乾淨 叫我拿刷子來刷 那刷不掉了 因為她是因為胰島數太高 然後去造成角質增生 像這樣子喔 對 其實左上角 這個就會感覺就是那個 皺褶處的那個啊 是 他以為那是皺褶處 他以為是說 我是因為戴項鍊造成的 可是有的人戴項鍊也沒事啦 所以其實 這個模特兒是你喔 是啦 但我有點擔心怎麼回事 所以胖的人就比較會 容易這個狀況 對 其實跟 其實胖的人還要再分 你的脂肪究竟是堆在皮下 或在內臟 假設肌帶皮下的話 很少胰島素高的 都是這些脂肪堆在內臟 所以我們要做超音波 其實就是要看說 究竟你是皮下脂肪多 還是內臟脂肪多 很多女生是皮下脂肪多 她抽血完全正常的 胰島素也沒有問題 跟她膚色還是很漂亮 但是一旦你的 脂肪是堆在內臟的時候 就會造成胰島素主抗性增加 這個時候其實是 很麻煩的那顆景點 很漂亮 真的沒有問題 我都覺得自己很害怕有沒有 像醫師說的那個 黑色疾病症 減重之後改善 這個是很幸運的 因為其實很多它是 已經很久了 那有時候沒有辦法 那有的還會 好神調查局要來問問看 長期太晚吃飯 小心得胃癌 有那麼嚴重 對啊 一樣是吃飯 早上吃 中午吃跟晚上吃 難道會有不一樣嗎 可是這個網路的留言說 真的有不一樣 他說因為我們的胃的黏膜 這個上皮細胞 它的生命周期是很短的 它大概兩到三天 它就要更新一次 而它更新的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他說就是這個晚上的時候了 所以如果你的晚餐很晚吃 或者你一天到晚吃宵夜的話 它就沒有時間更新了 加上他說如果你食物 存留在裡面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刺激胃酸分泌 對 胃酸分泌是不是一直在刺激 我們的胃黏膜 是不是長期癌造成潰瘍 所以它又不能更新 你又一直刺激它 就會可能造成我們的胃癌的出現 潮醫師有那麼嚴重嗎 聽起來很有道理 對不對 是 聽起來很多 但是我們整個流行病學的調查 發覺說胃癌真正的病因 第一名就是 第二名是你 還有呢 年齡比較大的比較容易 男生比較容易 最後一個是有家族遺傳 好 所以都沒有關係 吃比較晚的 是 但是太晚吃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假如說吃宵夜的話 容易 體重過重 世界衛生組織發覺說 事實上 所以是這樣子連接的關係 對 所以假設你只是 晚上吃了宵夜 可是你體重沒有上升 基本上你是胃比較辛苦一些 因為晚上還要再做工 但是假設你想要不吃宵夜 我給大家的建議是 因為我們餵的排空時間 只有四到六小時 那你假如說下午六點吃飯 到了十二點還沒睡覺 那你就會覺得餓 假設說你一定要晚睡 那吃東西請小心 是 吃的時候 不要超過一百卡 吃完 吃完趕快去睡覺 那這樣就沒有變胖的問題 沒有變胖 日後你就比較不會有胃癌的風險 了解 一百卡是在牙縫之類的 我們還想說可以光明在那吃宵夜 不要 說它是已經很久了 那有時候沒有辦法回來 那有的還會一加二 就是還會長一些小蠍肉 對 那就會 穿插在裡面 那主要黑色脊皮症是 它我們很胖的時候也會分泌 我們叫ILGF 就是類似胰島素的生長因子 那就會讓你的表皮不斷地生長 所以皮這種皮摸起來是粗粗 像天鵝蓉的 這樣子的一個觸感 然後會灰灰髒髒 那要提醒就是說 如果你周邊有這樣的人 一定要提醒他 不要大力去刷型 越刷越厚 越刷越黑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對 其實像中醫我們認為肝會 肝精會繞乳頭 然後所以有一個患者 他就是來找我看他乳頭的 因為他 他自己覺得他是 會有肉牙的體質 他眼周有很多肉牙 所以他就 他就說醫師 因為大家都是女生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乳頭嗎 因為我乳頭 我最近他上面長一顆 然後那一顆上面又 好像會有白白的 一給我看 我發現 那乳雲旁邊有好幾顆 不是只有一顆 然後他指的那一顆 確實有一點紅腫 然後有一點白白的分泌物 然後我跟他說 你這其實不是痘痘 他有可能是乳腺炎 他說怎麼可能 他說我未婚 然後又沒懷孕 怎麼會有乳腺炎 那其實 對 然後 其實像我們中醫的觀點 認為他這個體質 其實叫做 因為只有乳頭部分 是乾精管 然後後來是用調理的方式 他那幾顆就慢慢消掉 這樣子 對 那如果像遇到痘痘這種狀況 長不停的話 有沒有什麼可以調理的方法 就是像我們中醫的話 我們認為痘痘 其實也有不同的體質問題 那其中一個就是 剛剛講的 乾玉化火這一種 那其實這一類的人 在現代人很常見 就是壓力很大 然後 然後他們就 很容易平常有頭痛 失眠 異怒的情緒 這種我們都希望他是 定時紓壓 就是希望他做一些 他覺得比較舒服的事情 比如 等等 對 飲食上的話 其實可以 因為他們通常都會眼睛發癢 然後也會覺得眼睛很乾澀 這樣子 那一般其實最常見 痘痘是 脾胃 暈熱 就是 其實是自己飲食習慣不好 喜歡吃零食 或者是炸物 巧克力 甜食 然後又喜歡喝冰品 冷飲 就是把那個熱悶住 悶在自己皮膚上面 然後導致他發不出來 所以就容易長痘痘 那這種他很明顯 他就是傳統的油性肌膚 然後會有 口破 口臭 又會有便秘 痔瘡等等的 熱性的問題 那這種情況 我們就會建議他說 你不要用冰品 希望你用比較冷性的食物 比如說綠豆湯或是西瓜汁 來真的可以卸那個火這樣子 然後最後還有一種就是 很愛熬夜的人 那這種他們通常 痘痘不會長得很多 他們的問題是臉色很暗沉 然後他會覺得自己是 又乾又油的肌膚 偶爾容易長顆痘痘 可是該臉頰的地方又很乾 T字油 然後臉頰又很乾 然後最主要就是 他的痘痘的痘疤一直消掉 對 那這種人的話 我們會希望他多 因為他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不愛喝水 然後常常覺得 反正我喝水我還是那麼乾 那我們會希望他多吃一些 知音兩頓的食物 比如說 黑木耳 白木耳 還有水梨等等 所以個人的那個需求不一樣 解決方法也不一樣對不對 不過今天聊了那麼多 包括譬如說脂肪堆積 到胸部走散 真的那種皮膚有狀況 這個都是女兒 揮之不掉的這個陰影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覺得說 那就是很自然 就是變了 或是變胖會有的狀況 但是今天講那麼多 就是多花一分心思 因為有可能 會不會是疾病早上午門 好 也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現在只要講到政治 大家都會有點敏感這樣子 那爸爸媽媽 到底要怎麼跟小孩談論政治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時機 第一個先給他一些公民教育 你的孩子可能根本不曉得 總統是做什麼的 他職權到哪裡 台灣是什麼制 是內閣制 還是總統制 光講這個就講不完了 讓他瞭解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的 這個行政體系是怎麼運作的 我覺得這最重要的 那如果他打破砂鍋 繼續問說 那我大概瞭解 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時候 像剛剛講職權之後 馬上就會跟你的生活相關 是 譬如說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在我們的 譬如說像市長 或是我們的地區的首長 那我們生活當中 你看路上如果有路不平 或什麼 這些其實都跟我們的投票 息息相關 那這樣 那可是為什麼大家要吵架呢 這時候你就要發揮 成年人的理智 這個吵架 不是解決紛爭的方法 但是表達自己意見是可以的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當你的意見跟另外一個意見不同 相左的時候 那你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讓孩子自己告訴你 以他這個小小的嘴巴 搞不好講出來的答案 比你還成熟 你就說 其實我也有點政治太狂熱 失去我的理智了 小朋友都會說 那為什麼你一天到晚 跟阿公看電視都在常常 對 也是學習 對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沒錯 如果有約 logic 咱真的先來另外胆 евC datas 看到右 住嘴巴 有約工東西 有約頭 有約工東西